我先用推翻做示范 如果我的力量上去了 我遇到独立了 我要怎么顺便把他的力量卸掉 然后再出去 那在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上来了 是不是 我如果是这样做什么对 他已经松成了有结构 我这样推他推不出去 都会有反度用力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太拳讲的 叫做空间清战术 所以我太拳这样很松柔很轻柔的 做空间清战就好 他做那么这样这样没有用 你看很松柔的很松柔的 他就出去了 如果我刚那样的我就推不出去 那他现在是很松柔 力量很松柔的往下沉 那我要拔他的根 拔他的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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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才会推得出去 那如果我们 拔他的根的时候 如果跟他的力量相冲 那就是会立对立 所以你看 我上来空间清战 走 我用走 不要用手 用手他会去抵探 所以手不足力了 就是用走送 一上来就是走送 用走送他 用胯 不要用走 不要用走 所以 所以说 把他推出去一个两三公司 那个真的没什么 要不出去 要不出去 因为你在推他 只是说哎呀我有这个推的阵力 其实我们这一天是踩掌天的踩头部 或者是勾掌天的踩头部 或者是勾掌天的踩头 因为摔在一路上 好 那静子告诉你 我的静子怎么发出来 那是说 我遇到迪凯了 迪凯了 这两个我这个时候 你看空间那么大 那我推他 绝对是不好 推不到 那我只要换手 你看我换手换手换手 换手换手 换手换手 然后轻轻的一开一盒 开盒 开 再一次好你看 轻轻的做开盒 空间压缩 开盒 对 好 他很大力 可以不要推我 好 这个时候 我换手 开盒 出去 好了吗